来自中美两国影视行业各大公司的高管及资深人士 包括华纳兄弟影业执行副总裁约翰·罗格文 东方梦工厂首席执行官方干 师门影业首席运营官布莱恩·戈德·史密斯等业界大佬 就中美影视行业的方方面面展开讨论 聚焦了中美两国影视行业合作方式新趋势等话题 特别欣喜的是确实来了很多行业的领军人物 和在这个行业里面的真正的在产业链上的人 在27号的开幕晚会上 影视产业博览会颁发了五个年度大奖 由洛杉矶前市长安东尼奥·维拉·莱格萨进行颁奖 感谢并鼓励为中美影视行业做出杰出贡献的个人和企业 身为华裔演员 闯入好莱坞打定基础的旅美华人罗燕女士 凭借50多年的演艺生涯 获得了年度先锋精神大奖 她表示希望借由这个博览会 增加两国影视界的合作 她说希望中国能够拍摄更多全世界都能欣赏的 展现中国好风光和好文化的电影 通过这个Expo我们可以交流 我们可以合作 所以我觉得这个博览会成立的太晚了 应该早一点成立 而今年是第二年 希望以后还能够继续地为我们服务 为期两天的博览会一共进行了七个论坛 包括电视电影内容的表现方式 并购交易的艺术和美国制片人经历中国等主题 论坛上提到 中美影视公司联手的消息层出不穷 但却显见合作成功的案例 对此与会嘉宾表示 要探寻实质性的合作方式 美国制片人工会中国事务部部长 伊丽莎白戴尔表示 未来中美影视业的合作非常可观 去年他这个活动我也参加了 效果还是不错的 同时呢 今年呢 我们想就是更深入地找一些公司 谈一些深入的合作 把项目能够落实下来 就是落地 这一两年随着市场的开放和经济的发展 中美之间的合作 现在融合的这个越来越 已经越来越快 然后融合的越来越好 此外 本届博览会联手南加州大学电影学院 举办了第二届博览会电影原创大赛 角株电影原创大赛的12个入围学生电影中 亚历山大佩拉尔塔导演的 盲人芭蕾舞演员生活纪录片 Looking at the Stars 夺馆 第二三名分别是侯祖心的老摇滚 和张琼文的When Mom Visits 凤凰卫视 英明 陆梦 洛杉矶报导